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Q&A 我大概一周之前在community里面征集了一些问题 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解惑答疑 问题还蛮多的,所以我就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好,首先最多人点赞的一个问题,也是可能大家最好奇的吧 就是做视频这么多年会觉得粉丝数和自己的付出不成正比吗 会羡慕别的播主粉丝增长的速度吗 说实话,在某一个阶段我是有这样子的感受的 特别是大概17年左右吧 如果你没有一直follow我的频道,应该知道大概16年的时候 是我频道最好的一个成长期 就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厂商找我合作 然后甚至有些平台就是愿意包装我 然后让我做全职的博主 所以当这个机会来找我的时候,我就需要做决定 就是我想不想要全职做博主这件事情 所以我当时真的很恐慌,就是有很多的那种identity crisis 然后我也做了很多的思考 对,我当时停更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 其实对我的频道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因为那个时候正正好是我的那个频道要take off的那个阶段 我突然一下就决定就停更 我那个时候思考了一年多之后的决定就是 我并不想要把博主作为我的全职的工作来做 当我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的副业,就是我的一个兴趣爱好的时候 我就不太会把自己跟其他的博主做对比了 因为其他的博主他们有团队 然后有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是来做内容 来做自己的频道的一些各种的包装 然后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在帮助他们做话题啊等等 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跟人家就没有可比性了 所以就不太会去羡慕别的博主的粉丝啊或什么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自己的话 我就是做我自己想做的内容 然后我也知道这么多年也是有很多 很喜欢我频道的观众就一直在支持我 所以我觉得有这些就够了 做好自己就不会太把自己跟别人再去做对比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保持良好的健康饮食和运动习惯 有的时候真的很没动力 其实我也会有没有动力的时候 像夏天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坚持 运动啊健康饮食 像最近这几个月就是冬天过节过年 我也会有一些没有动力吧 然后也会吃一些零食啊那些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没有必要对自己非常的苛刻 因为健康饮食和运动是一个医生去养成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所以你不需要觉得说我一天吃了一个零食 或者我今天没有运动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人的一生真的很长 如果你真的是要保持你的身体的健康 那你就一生都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所以我觉得也如果有一天两天 你就很没有动力不想要运动 或者是你就想要吃零食 那你就吃吧 就是不需要对自己如此的苛刻 只是在你放纵了之后 那你就很快的把自己又再调整回来 那过两天呢 你吃了自己想吃的 也就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那你就重新开始就好了 迷茫的时候可以启发你的书 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 我自己在比较迷茫的时候会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是我会冥想 做meditation 我其实觉得冥想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习惯 我之前也读了一本书 我会把link在下面的信息栏 就是大家有关冥想的书籍 就是大家如果对冥想没有任何的了解的话 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我觉得冥想真的是一个可以让你自己冷静下来 然后让你的整个大脑清空 然后重新开始思考新的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再来呢就是我会上一些online的课程 像我上一支视频在monthly favorites面 也给大家推荐就是knowable的那个APP 那个真的不是广告合作 就是我自己最近经常在take的一些课程 它里面什么样子的课程都有 像我自己现在在take一些leadership的课程 还有有关于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的一些课程 我都有上过 我觉得比较简短 就是可能洗澡的时候就可以听一听啊这样子 然后有的时候就突然一下子 就是会给你很多的inspiration这样子 关于时间管理的心得 会有理财的进阶视频吗 这应该是两个问题 时间管理的心得 时间管理呢 我觉得最最有效的方法对我来讲 就是头一天晚上去计划第二天 所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 我基本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在电脑上 就是列一个list 就是我第二天需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能够想到的第二天一定要做的事情 然后我会根据紧急的程度去prioritize 就是最紧急 今天必须要做完的 那就放在前面 然后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就放在后面 然后第二天醒来了之后呢 你就不会醒来之后突然就有一个迷茫感 就是今天到底要干什么的那种迷茫感 因为你头一天晚上已经把今天一定要做的事情都已经计划好了 所以你醒来之后你打开电脑 你看到那个list 你就马上你就知道今天首先要处理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只要是你早上立刻开始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感觉这个机器就开始运转了的感觉 我就觉得如果我早上不迷茫 然后我一整天都会比较的搞笑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 会有投资理财的进阶片视频吗 会啊 就看你们想要看什么样子的话题吧 就是理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所以我自己也不能说是每一个领域 我都特别的擅长吧 但如果大家有特别想看的主题 其实可以在下面的comment box 或者是私信我去建议你们想看的一些话题 如果我了解的可以做的 我就会做视频分享给大家 最近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业余时间会做些什么事情 有什么想培养的兴趣爱好吗 我最近在创业 就是我在做一个新的APP 那现在呢 时机还比较不成熟 所以没有办法分享给大家 等到时机比较成熟的时候 我一定会分享给大家 然后也一定会需要到大家的帮助的 但我现在就是在创业 然后业余时间呢 我没有什么业余时间 因为创业真的非常的忙 所以我现在 一方面在创立一个新的公司 然后一方面我自己还有本职工作 所以 没有什么业余时间 我业余时间就是在做YouTube 就在录视频 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最想培养的兴趣爱好 我今年最最想培养的兴趣爱好 就是读书 因为这个真的是 我很多年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一直 一直没有坚持下来 所以我今年真的非常非常希望 我自己能够养成读书的习惯 我现在呢 就是我早上起来 做了我今天 就是一定要完成的 前一两个task之后 我的第一个break 就是一个reading break 就是半小时的读书 就是没有任何其他干扰的 半小时的读书 我希望我今年能够坚持 其实有几天 就一月份也有几天没有坚持 但是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做到了 所以希望今年能够坚持 这个阅读的习惯 想要知道你的daily routine 类似几点起床 然后会干些什么 可以说一下基础投资 OK 先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daily routine 因为我其实工作时间比较灵活 所以我并不需要早起 这是一个最大的好处 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呢 基本上就是晚餐之后会特别忙 我基本上从七点钟 晚上七点 会一直忙到 有的时候凌晨两三点这样子 所以我晚上这段时间会特别的忙 所以我早上就比较不会早起 平均的话 我可能就是九到十点这个区间起床吧 就看头一天晚上到底是几点睡的 但一般上就是九点九点半 然后如果那天真的是熬到三四点的话 就十点钟起床 然后起床之后呢 我会先打开podcast 我会听今天的新闻 然后一边听新闻 就一边洗漱啊 get ready 然后就会喝咖啡吃早餐 然后处理今天的要处理的前几个事情 前几个task 然后就reading break 然后继续工作 然后一般下午可能三四点的时候 我会有个比较长的break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会有的时候看看电视啊 或者是 如果懒的话就看电视 不懒的话就运动 然后一周的话 大概有三天运动吧 然后就做晚餐 吃晚餐 然后晚餐之后就很忙 然后晚上就一直工作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是 我每周三是我的filming day 所以我每周三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录影 所以对 这就是我基本上的routine 可以说一下基础投资吗 好比我有五百美金 应该如何开始投资 去哪里投资之类的 好 我建议你先去看一下我之前发的那个 二十到三十岁如何做好理性投资的那个视频 因为很多人问我这种问题 就是我有五百美金 我有一千美金 到底要怎么投资 其实 你有多少钱是不重要的 不管你今天是有五百美金 还是五万美金 还是五十万 你首先都要先建立一个理性正确的投资理念 然后你再去选择投资 跟你有多少钱是没有关系的 你要去决定是你投资是要去做什么 你投资是为了将来养老 还是你投资是为了明年要去买房 然后还是投资怎么样 你决定你要你投资的目的之后 你再去选择方式 这样才是合理的 而不是说你手上有多少钱 这个是不重要的 所以先去看那支视频 建立一个合理的投资理念之后 我觉得你就会有一些方向了 Hi Crystal 你是怎么知道你老公就是那个对的人 你和你老公结婚前 如何和结婚后如何相处 哇好多问题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 首先你怎么知道你老公就是对的人 我觉得其实并没有那么夸张 就是没有很多人说 就突然一下你有一个moment 你会觉得哇他就是对的人 对我来讲就是没有这种moment 我和我老公就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彼此都觉得 跟对方相处起来非常的舒服 然后两个人就是有共同的目标 然后呢我们就是能够互相包容 对方的一些不足 然后就感觉相处起来就很舒服 我就觉得两个人可以一直生活下去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彼此都觉得是对的人 所以其实是很平常的一种形态 就是比较波澜不惊的 但是你默默的就是觉得 哦我可以跟这个人一直生活下去 所以他就是对的人 你和你老公婚前和婚后是如何相处磨合的 其实我个人呢是很推崇婚前同居的 婚前性情我也就看你们两个自己去决定 但是婚前同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就我和我老公我们是婚前是有大概六个月左右的同居时间 因为你两个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之后呢 你其实可以调节很多你生活上的一些小矛盾 但是你单身的时候你所有的时间都是你的 当你变成一个couple的时候 你的时间有部分就要分给另外一个人 你们就互相占用彼此的时间 当你习惯这些事情 然后习惯一些生活上的琐碎事的时候 你才真的知道什么是一个婚姻的一个生活状态 所以我觉得同居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而且我们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 我们也会有一些deep conversation 就是像我们一起会聊一些比较深刻的一些话题 我觉得也会让两个人的关系会比较的一些增进一些 所以我觉得我们婚后其实是没有一个磨合期的 就是因为我们婚前有同居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呢婚后就不太会有 你会觉得很需要磨合的地方 就很自然的就结婚了这样子 你们是拍拖多久见的父母 我想一想 我们大概是我第一次告诉我爸妈 我和我老公在谈恋爱 是大概我们谈恋爱六个月左右 我告诉我爸妈 然后他见我父母是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才见到我父母 因为我父母在中国 我们在美国 然后所以之前我是有跟我爸妈就看过照片呢 然后有告诉他就是我在跟我老公谈恋爱 然后呢 但是我老公第一次跟我父母视频 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要结婚了 然后我爸爸也是心很大的那种人 就是也没有真实的见过我老公这个人 但是他们就很相信我的结婚 你说啊好啊 就是congratulations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就这样子 就我爸爸是特别心大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有关婚后的经济分配 其实有两个人问到了这个婚后理财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收入的话 婚后应该要怎么样去理财 会不会开共同的账户啊等等 其实我觉得这个呢 没有一套就是说最适合的方案 因为每一个夫妻他们的这个想法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和你的伴侣 你们坐下来去讨论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我和我老公呢 基本上我们结婚之后 第一个月吧 我们就坐下来去讨论就是婚后的这个经济 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模式 去处理 我和我老公的方式呢 就是说我们有开一个联名的信用卡 就是我们的联名账户 那我们家庭的所有的大小开支 从水电费到各种各样的家庭的所有开支 都是从我们共同的这个信用卡去支付的 然后信用卡的还款呢 也是由我们共同的去承担 那如果说比如说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像我后来就是离开了工作岗位 就是我的收入呢 就会起伏比较大 因为开始创业的阶段呢 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没有收入的 然后但是我在离开我的前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公有聊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我开始创业的初期 可能会没有收入 或者收入很少这样子 那我们的经济问题会怎么样子处理 然后我们就共同的去同意这个新的方案 然后就按照这个新的方案去处理 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短期的一些需要去做的一些调整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婚后的经济状况要处理的好 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两个去讨论 什么是适合你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自己还是觉得 夫妻之前呢应该是要有一个共同账户的 特别是如果你们将来决定要有小孩的话 那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处理一些家庭的共同开支 当然呢就是每个夫妻也是不一样的 就你们去讨论最适合你们的方法 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聊经济问题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聊一些更深入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经济问题实际上 它牵扯的面儿非常的广 就是它会聊到你们的一个理想的一个问题 就我和我老公 我们其实会经常的聊理想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就是婚姻啊 就是两个人结婚成为couple之后 其实你们就是一生的同路人 然后怎么同路呢 就是你们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所以我觉得聊理想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你们要聊 就是说你们将来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 你们有什么样子的目标 怎么样子就会你会觉得开心 然后你们会希望一起去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你把这些东西聊透了 然后两个人就会觉得说 哦我们有一些共同我们在努力做的事情 那这样子两个人的动力就会特别的足 然后在这些handle 就各种家庭的琐碎小事上面 不管是家务也好 还是经济也好 还是各方面 你们就不会有很多的conflict 因为你们有那样一个共同的一个大的目标在 然后你们都知道 你们在为这个共同的大目标努力 所以这些小的事情就比较不会有特别多的conflict 是我个人是这样觉得的 请问你在非常沮丧的时候 是如何重新调整和振作起来的 在不想做事没有任何干净的时候 是如何逼自己还是干脆放飞自我 有一套自己的解决方法吗 我自己是经历过很多个这样子的阶段的 我离开我之前的工作岗位 开始创业的那个初期特别特别的迷茫 而且每天都特别丧的那种感觉 包括我自己后来的创业就是经历一段平台期 都会有一种各种沮丧的感觉 所以我非常能够了解你的感受 我觉得沮丧的时候呢 我会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我会清空我的头脑 因为你如果一直一直去想这个沮丧的事情 你就会越来越沮丧 就会越来越depressed 所以我会做的就是清空我的头脑 就不管是meditation也好 还是运动也好 或者就是干脆就是去做一些无关的事情 比如说去看一个电视剧 让自己的大脑可以休息 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你再回来去 以一个辩证的一个态度去看这件事情 你就比较能够不那么沮丧 你比较不会就是沉浸在这种emotion里面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会跟我老公聊 因为我觉得像 如果你们是有significant other 或者是有伴侣的这种朋友 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跟伴侣聊的 像我跟我老公就 就是我会跟他聊 然后我会跟他哭 然后但是你聊完之后 去宣泄了之后 你就比较有能够找回自己的那种状态的感觉 就是把你的一些情绪说出来 然后呢就重整自己 然后重新出发这样子 再有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会写下来 写日记的那种方式 就把你自己所有的那种想法 你都写下来 就是所有的你每一个complain也好 然后你每一个沮丧的点也好 你都把它写下来 你脑子里想的每一句话 你就都把它写下来 就是一种宣泄嘛 就是你给你的日记本的一个宣泄 然后你全部把它写下来之后 你就突然一下就会觉得 就好像就是胸口 就是轻了一点的那种感觉 当我自己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回来看我就觉得说 我自己再去读我自己的那个日记 我觉得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事情其实可以这样子去解决 就是我自己就可以比较理性的 再去看这个事情 工作以外的时间 咱安排和度过 其实我工作之外的时间真的很少 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是录YouTube 然后 但是我自己也会有一些休闲的时间吧 也会允许自己 就比如说看个球赛啊那些的 或者是跟朋友一起hang out一下 那疫情期间比较困难啊 但是我自己还是会允许我自己追个剧啊 或什么的 就是有一些大脑放空的时间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有些问题 你一直想一直想 你其实想不出解决的方法 但是反而你去看一些无关的东西 然后休息一下之后你回来 你突然一下就会有一些灵感这样子 你和你老公分别是什么星座 属于是一见钟情吗 我和我老公两个人都是巨蟹座 而且我们两个的生日只差八天 非常有缘分 我们不是一见钟情了 我和我老公 我刚跟他见面谈恋爱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有感觉 甚至我们谈了大概快三四个礼拜之后吧 我就有点不想不想见他了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但后来就是 就有一次我们聊到一些 比较深刻的一点点的话题 就可能我们第五个还第六个date 我们就聊到了一些比较深刻的话题 我突然就觉得跟他有很多的共同点 就是那个date之后 就感觉就是比较不一样了 我觉得两个就是 你们正在dating relationship的人 我真的很推荐你们可以聊一些 稍微深刻一点点的话题 比如说你们的价值观啊 或者是一些目标上的东西 不管是你们聊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好 还是聊你们自己的可能一些工作 或者是你们自己的一些struggle 就是你自己可能经历过的一些很痛苦的事情 然后你是怎么解决的 或者是聊你们未来都好 就是聊一些稍微深刻一点点的话题 你可能突然一下你就会发现两个人match 或者是不match 所以我觉得这种聊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 其实你们能够拉近距离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你会跟老公吵架吗 吵到脸红脖子粗的那种 会 你们可能会很惊讶 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很少吵架 但是也吵过那么几次 就真的吵到 就嘶吼崩溃的时候 也有那么一两次 但其实 就是你现在我回过来想 就觉得是那种很大的事情吗 也不是 但是那个时候的 就那个时候就那个点特别让你爆发 所以也会有这样子的情绪的 但我们后来就是也会商讨出一套 就是如何解决conflict这样子的一套系统 我和我老公在处理conflict的方式非常不一样 我老公呢就是喜欢冷战 就是直接不交流 然后就很长很长时间都不交流 然后我不是这样子 我就是宁可你跟我吵 然后就是我们直接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 好 然后我们就move on 但我老公是那种就是完全什么都不说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俩这方式不好 所以我们第一次吵架之后 我就跟他做下来 就是我们有讨论就是如何解决conflict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我不喜欢你这种方式 就是逃避的这种方式 我喜欢我们两个去把我们的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 然后我老公就说他在气头上没有办法说 然后我说好 那要不这样 就是如果我们有conflict的时候 我们俩就互相冷静24小时 就是我去吵我的 然后你去冷静你的 我们就互相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去 去24小时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一定要坐下来 把我们这个事情说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解决 我们两个之间的争吵的一个方式 然后自从建立了这个模式之后 我觉得我们就比较少会有这种吵架的问题了 就算有吵 然后也能够比较快速地解决我们的这个问题 之前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创业 因为我之前在我的那个ad agency也做得非常的好 就是很受老板的器重 然后甚至我离开那个agency一年之后 我的老板还有message我 你愿不愿意回来啊 就是我能不能做什么事情 然后让你再回来我的团队这样子 所以我当时的工作真的是很稳定 但是我当时毅然决定辞职 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的人生只能过一次 你一定要想到你为什么要做你的工作 你自己心里能不能够觉得有那种满足感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说啊 我的工作我做的也不错 但是我就老是觉得很空虚 就是我觉得 就是我没有做到我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 所以呢我才会决定辞职 我觉得创业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果说我真的在我这个领域成功了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tech startup 然后在tech startup这个领域真的 女性就首先就很少了 更不要说亚裔的女性 但如果我成功了 我就可以为更多的像我一样的人 打开一个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渠道 或者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 或者是一个新的possibility 我觉得那种成就感 才能够让我真正的得到满足 所以就算这条路非常非常的艰难 也有可能我会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但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这是真正给我原动力的事情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 工作真的是很不想上班啊那些的 你会有这样子的感受 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并没有match你的这个原动力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到你的内心的那个why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你找到了你自己的这个why 这个原动力之后 一切的困难就都不是困难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Q&A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也希望这支视频有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新的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把它留在下面的留言板 我可能将来也会再做新的这种Q&A的视频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个赞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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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